这是因为台海情势紧张的关系 蔡总统在昨天召开了记者会 她正式宣布说 这个兵役要改革相关的政策 所以从2024年开始 由现行的四个月 要恢复到一年 而且预计会影响在2005年 1月1号出生 以后出生的这些艺难 那么她的说法是因为 备战才能够避战 我们要请教杨老师 您会怎么看 是不是因为两岸其实紧张 当然是 否则你为什么四个月变成一年 对不对 蔡总统说没有美国压力 我不太相信 这个现在薪资 我们现在薪资的这个部分 从薪资部分看 就是说整个兵力的结构 以及她这次提出来的一些 主要的问题 薪资她说是26307元 其实这就是明年1月1号 开始的最低薪资了 基本薪资 不过还差93块 因为明年1月1号 开始的是26400块的基本薪资 现在这个时间点 还是25250块 所以她当然就用基本薪资去给 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 大概要多花160亿 在这个薪资的上面 你知道我们已经规划 在今年8月是明年的 就是中央的总预算里面 国防预算是占5863亿台币 5863台币 占我们整个总预算 大概21% 我们总预算大概是2.72兆台币 如果GDP来计算的话是 因为GDP今年比较高 所以大概是2.4% 所以你现在再加上161 感觉上好像不多 但重点不在这边 第一个就是 重点不是这个预算的问题 另外就是 因为她这些义务义 义务义大概有多少人 如果以今年的义南的 就是借铃的义南来计算 11.8万人 可是我们现在在采取的 募兵制的 就是说主要以募兵为主的 这个主战部队 那是目前已经达到16点 16万点2万人 16万2千人 那因此其实实际上跟 就是所需要的18万8千人的 主战部队 其实相距并不远 但因为每年的募来的人并不多 而且每年大概3千到4千人 自己主动提早离营 调试不良 或者是说生涯规划 他们都要还钱 赔款给国防部 你知道总共欠了多少钱 大概5亿台币 政府还去纠正国防部说 你要吹款不利 结果会有这样的信仰 所以各位 这个义务义四个月变一年 不是在做主战部队 而是在做守备部队 它分为四个 主战 守备 民防 后备 这两个 后面两个不算的话 也就是主战跟守备 主战还是以志愿意为主 因为一年训练就算是8个礼拜 你能够打赤针飞弹吗 不行的 这训练不够 所以还是要以志愿意为主 但你针对志愿意的预算 跟他的训练的提升 还有他的待遇 有没有计划呢 美国在当着拜登 当着泽伦斯基面前说 我们不会派一兵一族进入到乌克兰 北约也不会 我们甚至不会派 给你们足够的先进武器 因为我们的同盟国会担心 所以也就是说他会担心 核武国跟核武国之间的这种核子战争的爆发 两岸的情势跟战争 也有可能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自己面对台湾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更重要是你这个现在兵役的增加 那你台湾和平方案是什么 不是只有就是说向美国表现出 我们有自主防卫的决心 但是你有没有两岸沟通管道的这种努力 你有没有确保台湾这个贸易跟经济 尤其两岸的经贸 其实在今年一定会持续的增加 去年已经2021年已经是43% 那今年增加 那明年一定想当然会有所增加 所以在和平在经济 以及在这个军事层面 是不是要有一个平衡的完整的 那不是说就是说 其实我没有受美国压力 但是我们需要把四个月变为一年 那后续许多问题 现在开始大家在深刻的讨论 好再请教杨老师 您刚刚提到这个台海情势 其实在今年这个三大地缘政治风险 您觉得到2023年有哪一项 其他还包括像是俄乌战争 还有美中之间的对抗 这些到明年会越演越烈吗 还是有机会可以比较稍微缓和一些 我觉得明年的地缘政治风险 三大两小 三大就是俄乌战争 美中对抗 美中对抗从科技贸易 现在进入到地缘 然后台海情势 这个大家就很理解 因为明年进入到我们的总统大选年 两小时的第一个是科索沃 跟塞尔维亚之间 现在已经变得蛮激烈 第二个就是北韩 不过北韩的问题 其实稍微因为 他们都有核武的问题 就有些牵制 可是各位要知道 因为全世界的军火 过去这七年的销售总额 不断地增加 你看像是去年美国的标准 普尔500指数是下降近18% 可是你看他三大军火公司 飙涨47% 这个是Nordpro 然后37%是洛克希德 马丁 然后即使是雷神 也涨了15% 为什么 军火不断地输出要给乌克兰 全世界各国都在增加国防预算 日本也增加要到2% 不过我觉得不容易达成 我们台湾现在 其实也不断地增加国防预算 你看到这一次的薪资 也增加了许多 因此其实地缘的风险越来越高 台海也可能面临到 明年的挑战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在明年金融市场 可能还是会面临 来自这三大的地缘政治的风险 那么也因为地缘政治风险提高 是不是也提振了 黄金的避险需求 那么现在瑞幸说 金价有机会飙升到每盎司 三千六百美元的价位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